哈喽大家好 又是我林又生 今天我要为大家讲解的是一些基本的杀球技术 那我们现在就从杀球的一些基本要连开始讲吧 我们从手先开始讲吧 首先夹拍一定要把手张开 然后手腕是不能拐着的 然后把手腕抬起来 拍面是向上 手打开 左手也让他一起来 身体腰往上挺 然后再把球拍坐下来 快速的坐下来 那力量是来自于哪里呢 力量是来自于我们的手指 后面的三个手指 首先手要先放松 手臂不能太紧 不能把球拍夹得太紧 因为这样会导致他没有那个发力的空间了 所以我们要先把手放松 然后再用手指发力把球拍抓下去 带动手臂跟着下 结合起来 还有杀球 记球点不能太高 因为手如果直了 记球点太高 那这个挥拍的速度会影响到 导致我们挥拍慢 杀球的力量来自于我们挥拍的速度 而不是来自于我们的力量有多大 那如果我们在高点挥拍把球插下来 那很明显会减慢的那个速度很多 我们稍微可以把它再降低一点点 大概在这个位置吧 手不要太直 那我们就可以更好地运用这个力量 这个挥拍 让速度更加快 把这个杀球的技术发挥的更好 就举 挥 手是完全放松的 然后要杀的那一瞬间 一次过把力量集中在手指和手臂 抓下去 往下砸 这个速度要非常的快 挥过去 腰 好 接下来我们是说说双脚起跳杀球 主要的就是脚下 我们得这样站 向盒平 然后双腿膝盖往下又压一点 然后用脚尖双脚弹跳起来 然后当然上半身腰要挺住 绝对不能挥下去 然后手夹拍一样的 跟刚才的通牙道理 都要手张开 双腿往下一压 脚尖弹跳起来 在上面这里 把球抓下去 当然双脚起跳也不要在高点 最高点杀吧 因为还会导致那个球速慢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所以这个动作 总体结合起来呢 它会是这个样子 OK OK 来接下来我先讲讲后场两边退抢杀的一些步法 那正手这边呢 那首先如果我们要是站在场地的中间准备着的时候 两脚 右脚一定是要 比左脚要前一点点 然后这个宽度呢 是大概我们的肩膀这个宽度 脚往下一点点 不要站直 就一点点就好 正手 那我们就一步 两步 杀球 把身体转过来 对吧 一二 这里退 回来了 然后头顶呢 头顶 右脚 就要转来后面 把身体转向 这个方向 面对那边 手同时举拍 跟着脚转的时间是 同步的 脚转 手就举拍 在球还没来到我们这里之前 球还在向上的时候 我们的拍一定要先夹好 身体转过来 拍夹好 再退了一步 杀 杀完以后 身体要往前转 把这个球砸下去 身体跟着往前转过来 再回来 然后结合起来 这个动作是这样子的 OK 今天我们为大家讲解了一些基本的杀球技术就到此为止 那如果大家对我们的教学或者顺练有兴趣呢 那请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号吧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